丁丁,MOG Live Talk 时间到 我是韦鸣,是一名Officience 来自于罗伯欣山,代表MOG眼镜集团 那么今天的这个Live Talk 是由我们MOG iWei 和Excelot一起呈现给你的 对,又是到大家可以增加知识和赢取奖品的时候了 大家好,我是吴佑生 我本身姓名燕光师 很开心又能与大家见面 那么今天呢,我们可是要好好聊一聊 今天非常火焚的话题,对吧? 对,相信大家最近也留意到了 各大媒体上面都有热卖这个蓝光的商品 那在消费之前呢,是否每个消费者 都有去真正的阅读和探讨 研究这个蓝光的课题呢? 那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我还是耳根子会比较乱一些的 当他们看到这些广告跟喊人的数据 他们就会立马下单 老实说,有一些商家来讲的话 在行销之前都并没有做过这一项的阅读以及研究 没有错,太可怕了 如果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对蓝光的迷惑的话 那么今天你可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将会为大家解释一下蓝光到底其实是什么 而且后面的环节也会有一些giveaway的环节 请大家留守哦 讲理送出哦 记得把这个live分享给你身边朋友 对,等等 在之前呢,我们需要介绍我们的嘉宾 大家来猜一猜啊 我们今天的嘉宾会有谁吧 给你们大家一点tips 他日常在拍vlog的时候 都会在分享一些他买3C产品的一些心得 啊,对 我自己本身也是在淘宝购买了一个麻辣圆楼 真的哦 好,那我们直接欢迎他出场吧 欢迎我们的可恩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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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我是可恩 这就是非常开心 我可以来到MOGI RUXELOR的这个live stream 我的荣幸真的 然后还有身边还有两个帅哥 谢谢 其实我前不久才刚刚做了一个 在MOGI里面做了一个蓝光眼镜 哇,真的哦 所以迫不及待等下跟大家分享那个使用性的 那可以听说你在MOGI里面配的镜片呢 都是有蓝光的哦 对 那么在这里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独家性的嘛 其实在之前呢 我讲到蓝光这个字哦 我完全就是各种温号在头脑上面 疑问 就是很多 就黑人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是过后呢 因为我在MOGI配了眼镜之后 我就开始明白了一点 加上我常就是review电子产品啊 然后我个人要剪片要写 就常对这个电脑对工作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对护眼哦 也是有点小心的 但是在两个面前 你们两位面前 其实我真的这种小心的 就不要把门弄斧了 那么就不会 那我们也需要在这里跟你分享心得 更了解两观的知识吧 好,不管是为一言耸听呢 还是过真价实的调言 那我们将会在这个Live Show里面 为大家解除一些疑惑 好 现在如果观众朋友们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comment下面留言 我们和小朋友可以尽量回复你们 对了,还有大家记得 记得要把这个Live分享出去 分享出去 对,分享越多越好 然后就让更多人 可以看到这个Live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些支持这样子 对,在这里呢 我也是非常感谢Amoji爱位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在这里分享这个心得 还有我们的赞助商 S-Log 因为这个话题也是寻众要求的 那么我们就事故于迟 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吧 进入正题 好,那说到蓝光呢 相信大家都疑惑 到底蓝光是什么 会不会就是蓝色的光这么简单 那在我解释之前呢 我先让我们的小编 为我们准备一下道具 光谱,所谓的Live Spectrum 好 这个东西我在科学课的时候 好像有看过 但是全部包吻给老师了 好像很久以前了 很久 我们之所以能看到多彩世界 最主要的工具就是眼睛 而我们的视觉就是眼睛结构 对于光源的反应 在人的眼睛可以见的光源之中 最主要分成七种颜色 红成黄绿蓝电子 对了,那就是彩虹的颜色 在这里大家看到的是 人的视觉 可感觉到的光谱 这个排位是也有讲究的 我们根据光的光波 从红色一直到紫色 光的光波逐渐变短 而蓝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可是短波 落在大约400到500奈米之间的蓝色电子波 从力量上来看 是属于光波之中能量比较强的可见光 这样子讲的话 是不是所有蓝光是有害的? 通透研究显示 蓝光真正有害的光波 是处于420到460奈米的光波能量 那我们也叫做短波 而你们看 一般在可见光打在眼睛上的情况来说 紫外线伤害是眼睛外侧的眼角膜和晶体状 然对于短波蓝光 每一个的角膜和晶体都有不一样的过滤能力 不同的年龄和眼睛情况 也会造成以蓝光抵达我们视网膜的程度 在医学动物研究之中 科学中 科学家发现 在持续照射的情况下 会使到动物内的黄帆病 驱毒素容量增高 威胁眼部的健康 没错 那说起蓝光的迷思呢 很多人会误以为是单单从电子产品 比如说手机啊电脑才发射出来的 其实并不是 好像并不是哦 对 因为蓝光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水处可见 比如说阳光照射到地球上的时候 哦 对 比较短波的蓝光呢 它就会被大气层的分子反射和折射出去 所以呈现蓝色的天空 所以就是不只是电子产品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把蓝光 怪在电子产品上面呢 其实这个嘛 像我刚才所说的蓝光的长度 长短波呢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最主要的高能量的短波呢 是来自于我们的电脑式视频 还有灯光荧幕 手机 数码产品 显示屏 LED灯等光线中 长期不震荡的使用之下 这些有可能会 在追求视觉上的享受时 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效果 对 随着科技的进步呢 在LED色彩屏幕发明以后 它成了许多消费者的信仇 跟旧的传统的屏幕比较下 LED色彩屏幕会发出更多的蓝光 像我这种现代人 就是我从随行正开的那一刻到 晚上都是一直在对着电子产品 就是平板电脑手机 一直轮流交替 可能就是工作需求的关系 一整天 一整天完全就是 所以 我觉得 是因为人们不适当的那个 使用赛事产品 才会让蓝光 对你们造成一些伤害 对啊 蓝光真的是毫无作用吗 那是不对的 因为现实生活中 自然光非常的奇妙 因为蓝光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也是有帮助的 比如说 帮助我们增强记忆力啊 提升一些认知功能 而让我们一种快乐的情绪 可是在研究解释 蓝光也被用为 在帮助一些 犹豫症的病人来补导治疗 啊 原来 所以就是讲蓝光 其实有好坏的那一边 对 看你怎么看而已啊 对 这样有没有讲 在多久的接触下面 其实蓝光才对我们造成伤害 伤害的层面上 我们需要纳入两个考虑因素 那一个就是照射的强度 另一个是照射的时间 使用者如果面对 持续两个小时面对蓝光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对我们的视网膜 造成有所伤害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鼓励我们的 父母 青少年 工作人士 花点心思 来特地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周遭的环境 和电子3C产品更加的流行 毕竟眼睛是我们属一属二 重要的器官 今天好像上了一场光学课 原来蓝光 就是对我们影响那么大 真的 嗯 刚刚我最近配到MOG眼睛之后 我都觉得 有蓝光就是比较不一样 就工作效率有比较好 嗯 然后可能就比较精神 然后眼睛也没有那么累 好我们也很高兴听到这个咯 嗯 对我们要休息之后呢 将会继续聊一聊 蓝光具体 带来的可能性伤害 还有一些蓝光上的 网上留言 卢生这样你就不对咯 我们还没有give away了 你怎么能够进入这个环节呢 对今天就要谢谢MOG iPhone还有Exceler 给我们送出了这些奖品 所以我们等下会送出很多很多奖品 所以大家要听的是 问题前呢 还是要听奖品内容先咧 没有问题哪来的奖品呢 所以这个问题就由我来发问吧 问题就是大家听清楚 就是在热场生活中 蓝光到底会在哪里出现 好在这里的小琪一次直线咯 那你们现在是用什么东西来看live的呢 这个taste很明显 那我要说一说奖品 我们Exceler 将会送出 Exceler DCP最新蓝光镜片 价值100令吉的折扣券 还有Exceler Gamble 一个 总价值是500令吉 然后一共有五份而已咯 所以是五份 大家就要踊跃踊跃参加 然后把这个live share 出去 然后下面comment你们的答案 就是非常简单的步骤 然后记得share更多更多 所以让更多人才的就有更多人 可以赢到这个很好的奖品 然后还有我们的小编 会在下面comment那边抽得奖 这样的 所以大家记得留言你们的答案 那幸运的朋友呢 各个奖铃单将是在我们下面的留言公布哦 那么得到我们的小编的信息过后呢 就可以领取这个奖品 那么没有得到我们的PM的话呢 那请你们来联络我们MOGIwear的page 我们再重复多一次那个问题好吗 好 问题就是 日常生活中 哪里 蓝光可见呢 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日常生活中蓝光到底会在哪里出现 所以刚才伟明有给了一个很明显的tips 就是 你是用什么来看like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tips可能不够明显 但可能还是有点blur 好 我们要给更明显 就是我们就是摆到明 要把奖品送出去的那种感觉 没问题 所以我们来玩一个小一句 就是我们一人讲一个提示 更明显一点的 好 没问题 我先来 就是这个答案呢 就是它是一个私房型的东西 那我给大家一个提示 这个东西是大家肌部离手的东西哦 那我要给大家的提示是 我们都需要充电宝来充它 好 应该很明显了吧 这个很明显 其实能用充电把来充的话 其实也没有多大东西 又私房型 然后又肌部离手 离手 现代人最肌部离手的是什么 就是 所以想要赢取 ExceloBCD最新一栏光镜片的 扣卷 价值100令吉的朋友 它有充过一个价值 总共500令吉的朋友之五分 记得千万千万不要离开 赶快在底下留言 那么好的奖品最大 永远参加永远参加 谢谢分享出去咯 参加赢家予品 好 我们待会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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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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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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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itz 我是韋明 我是韋游森 我是可恩 大家有没有车休息的时间 还有运动你们一下眼睛呢 就是可能往下远一点啊 然后眨一下眼这样子 而且我们留意到大家 大家很热烈很踊跃去参加我们的GIFT AWAY 对 然后再次感谢MOG iWay 还有Exilo给我们这个 跟大家聊天的机会 对 那我是韋明燕光师哦 最近我们都在这个蓝光的问题 一直在打转 那令我很惊讶的是呢 其实身旁的朋友啊 都不问我一些关于眼睛的疾病 反而是问我一些 蓝光会不会导致到发胖的问题 啊 这个我也很想知道就是 蓝光到底会让人胖 就是我那么努力的去健身房 那么努力的不吃宵夜 不吃零食 如果蓝光真的会让我发胖的话 我真的太生气了 来让我为大家慢慢的解释 在下个房间 我们也提到了蓝光在我们生活做其中 有一定的帮助 可是不同强度的蓝光 它会影响我们老细胞接受的血迹点 可能会不一样 这样可能有点复杂 我也不大明白 用更简单一点的例子呢 嗯 那我举个这样的例子好了 嗯 以前的人在天月以后 他可能会比较少接触过分的光源 然后 因为 少接触过分的光源 在没有蓝光的压制下 我们体内的生活体 将会示范一种退黑技术 这个退黑技术非常的神奇 它会让我们身体感觉到 是时候该睡觉的 嗯 我们就会露免这样子 那现代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我们必须从充分的睡眠中 然后我们进行一些 抗烙的瘟坏的身体进入的生活 现在的人 如果零睡前还接触很多 煞气产品的话 就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作息了 所以也就是说 失眠 耗蒙 失调性能 贵力激素 没有发放到消火 没有错 那零睡前的一小时啊 那不管是不是蓝光与否 我们都应该 激励的 激励的 不使用这些电子产品 比如说手机 电脑 和电视 没有错 如果零睡前的你 还在使用大量的 三星产品 这样子的话 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 因为我们的大脑 在准备休息的时候 我们的蓝光 压制到我们身体的 退役激素的释放 这样子的话 会影响我们睡眠的质量哦 那如果每天睡眠 不超过六小时的话呢 短时间内 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 逐渐的降下来 而且集中意力 和注意力 这样明显变得比较弱一些 比如说我瞎扯 很多交通事故 都有牵测衣一定的关系哦 吃完要小心 所以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脑细胞和人的身体 其实是不会分辨天然 或者是人造蓝光 这个说法是对的 对 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 这个退黑技术 这个方面 因为它是有帮助调节我们睡眠 和生活作息的 所以如果至于肥胖这一点呢 因为我们时常在看蓝光的时候 会过分的蓝光会显示 我们对甜食会有一种过高的倾向 所以有时候你按电话晚上的时候啊 你会一直想要 肚子饿了想要吃宵夜吃点甜点 这样会导致我们身体发胖 或者糖尿病等等之类的问题 难怪为什么我越看手机就觉得越精神 就是MCO的时候我就是常常熬夜 就是追戏追到大半夜 一点睡意都没有 原来就是退黑技术 没有发放到效果 那因为我的行业关系 我有留意到一个东西 就是最近的手机厂商 越来越注重这个 睡眠品质的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都会加入 这个叫 night mode 的东西 对没错 所以这个也是蓝光吧 对没错 那夜间模式呢 它就是把我们的灯光 稍微的调暗一些 那转成比较暖的色调 那减少蓝光 这些比正常的荧幕 比较起来说 是对于我们的睡眠 和地框蓝光呢 比较有帮助的 但是我们还是不介意 女龙华手机哦 那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担心 怎么办 没有了手机 睡觉前 要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当起文艺青年 看点书记啊 杂质啊 因为这些材质呢 都不是背光的 所以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 虽然我不是很想要晚上 零睡醒看书 因为我是看管手机的人 但是 其实我也很好奇 蓝光 到底可以带给眼睛 什么样的伤害啊 就是 近视到底是不是蓝光造成的 在蓝光制造的疾病里面 那近视其实没有被包裹在一边 那医学上呢 其实也没有 证明蓝光 归影响我们近视 那有些错误的误解 是来自于那些部队的报导 或者是有一些 夸大其实的商家 那这不代表每一次 我们接触蓝光呢 就一定有伤害性 蓝光越发强大 造势越久 那么才是问题的源头 那我真的是错怪蓝光了 我一下来都觉得蓝光很可怕 因为我在网上看了很多那种文章 就是可能不懂是哪里来 就看到 然后我就都觉得很可怕 因为完全是吓到了 原来医学界其实还是处于一种 这种没有真实凭据的阶段 可以真的说 对 对 所以呢 蓝光会造成近视 那它也是可能提高一些 眼睛疾病的风险 那比如说 上班族呢 后来对电脑啊 手机长时间 那它又可能会得到一个 我们俗称Digital Eye Strain 的数码视觉疲劳症 其中呢 症状就包括了 有时候头疼 眼睛很累啊 Digital Eye Strain 浓症之类的问题 有 对 而且此外呢 蓝光也可能会对我们的视网膜 视网膜就是眼睛最后的部分 靠近神经线的部分 也会有一定的伤害 那么我需要解释一下 但至于蓝光呢 会引起黄疤病变这个课题上嘛 在医学界里还是持有非常正义性的 那么一般来说 黄疤病变大多数发生在70岁或以上的老年人 那在近年的趋势里面呢 那数据非常的显示 已经逐渐的开始 年轻化 你还记得说年轻人中啊 对 这些呢会导致我们体内的防抑效果呢 功能慢慢变弱 蓝光和其他有害 都很可能会对我们的细胞产生破坏 所以客人们 不管是大人小朋友 还是中年做工的工作主义也是一样 要定期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简单来讲 蓝光并不是黄疤病的主要原因 但是其实蓝光是对身体有不好的影响 对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顾客啊 还是身边朋友啊 每年做个详细的眼睛检查会比较安全 除了测试你的视力呢 我们也要看一下眼睛里面到底健不健康 这样子 嗯 而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啊 慢慢的我的客人啊 都已经对这一方面眼睛的知识都已经进步了 然而他们都已经摄取一些比较高含量的维生素A 都可以从我们的鱼类 以及都会里面摄取到 那这些维生素可以帮助他们正常的视力 而且还帮助他们的眼角膜 不必那么的干燥退化 我突然发现原来韦明是一个营养师 幸好我平时对营养和食物摄取上面 还是有一点小研究的 讲到这个我要分享一下 那时候我去了MOG 配眼镜的过程 那时候我配眼镜的整个过程里面 也是有两位像我现在旁边两位坐着这样 那么专业的 黑镜师跟燕光师 在跟我很细心的解释 然后一步一步的教我 解释给我听 教我怎么挑选等等的 所以如果大家要知道更多关系 防蓝光眼镜的东西 等一下我们就会很快和大家分享 对 那谢谢Kate夸奖我们的细心哦 那我们就不拖延时间了吧 马上把奖品送出MOGi配合了 对 只要允许奖品的朋友们 只需要在以下留言答案 那我们接下来要宣布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问题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到底蓝光会不会影响睡眠品质 解不解答 解不解答 所以你看答案就是有会 还是不会而已 这样我们有什么奖品 来奖品 好 我们将要送出的跟三个环节是一样的 因为三个环节的朋友太踊跃了 其实又不够 对就是不够 然后又觉得我们的奖品很好 所以我们又top up更多 就是一样的奖品跟上一月 对 我们将会送出的是 Excelove BC最新蓝光晶片的折扣券 价值100令吉 还有Yambo的一个总值500令吉 对 再次谢谢MOGi配合 Excelove给我们这个那么好的奖品 对 这个环节也是只有5分 所以知道答案的朋友 赶快在底下留言答案 我要在什么位置 就是马上马上现在把这个live 分享出去 然后在底下留言你们的答案 因为那个问题就是超简单 然后让更多人参加 那答对过后呢 那我们这边小编将在下面的留言 公布成绩单 那合奖的朋友 我们小编将会主动的联系你们 那么没有收到信息的人 请不要离开哦 那因为你们也是可以主动PM我们的page MOGi配合 那就可以了 然后我再重复一次问题 问题就是蓝光到底会不会影响睡眠品质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如果大家答对的话 我就送出隔壁两位帅哥的手机号码 没有啦 这个没有没有没有 我还没有问到我们的愿不愿意之类的 那你要不要给观众朋友们来一个提示呢 提示哦 到底是会还是不会呢 到底蓝光会不会影响睡眠品质呢 我头都要断掉了 大家还不知道吗 如果答对朋友们 我们就有今天赢取SEOBCT最新蓝光晶片的扣券 价值100令吉 100令吉 SEO Temple一个总价值是500令吉 超级好的 就是上次因为大家一直说五分不够 不够嘛 对不对 我们要加多五分 再五分 有五分 所以如果上一次你们没有抽到的话 这一轮努力 comment 分享 然后我们就会送到一人 那下一位幸运人可能就是你了 好 好啦我们现在就休息一下下 好 拜拜 拜拜 We need to protect our eyes from harmful light Essilor introduces blue UV capture lens conceived to protect your eyes from harmful UV and blue violet light every day offering 100% UV rays cut and up to 3x mor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blue violet light blue UV capture lenses help to protect your eyes and to preserve your everyday well-be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或是当作战会 提醒 kita 大概支付材和声工 这个 Grad milk by плат 我们在holes电源 是用力有逼的 物量的使用 ngou 而且我们没有 Chrome 的角度 有度数或者戴隐形眼镜上班的朋友们 面对这三季产品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他们可以使用那些 配戴一个蓝光的眼镜 保护膜 对 来保护你的眼睛 可是不一定要全天后戴着 那是因为也会把好的蓝光过滤掉 是这样的意思吗 正确 其实过滤掉全部蓝光来讲的话 视觉上的效果 看起来的白光那么也不够的白 而且呢这样子会导致我们的光线 显得非常的昏暗哦 那这一来的话 反而增加我们眼睛的疲劳 会比较累 就是不说真的不知道 就是我上一次去MGi配眼镜的时候 我就很八卦去问了那个 燕光室还有配近视 然后才发现 原来不是每一个蓝光眼睛都是黄黄的 因为我才一直以为 防蓝光眼睛就是黄黄的 不一定哦 对后来就发现我说 原来防蓝光眼睛是有两种 一种呢就是吸收性的 防蓝光眼睛就是 会有一点浅浅的黄色 对 但是这种是不适合长期佩戴吧 对像我刚才提到的说 就是说你戴一个长期有底色的镜片 对不对 感觉上就感觉眼睛会比较疲倦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反射性的防蓝光眼睛 快来 快来称赞我 我竟然记得 他是说这种呢 就是他会在你镜片夹磨的时候 加了一层对蓝光 进行反射的膜 所以他出来的镜片其实还是透明的 对 这种就可以长期佩戴是不是 可以这么讲 一点都没有错 所以在镜面上的选择都是因缘而已的 其实他们这两类的那个 防蓝光效果都是互相上下 而且在购买前最主要 多少%的这个防蓝光眼睛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有个小小的demo 给大家看一下 让大家更加的了解 这个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指标 通常我们会以不同的生活 工作 环境和客人的眼睛的健康情况 来配搭不一样组合力的防蓝光镜片 要知道如果选择蓝光不充足的 和组合力不足 并不会引起很好的反蓝光的效果 相反的 如果一位选择过高的蓝光的组合力 反而会对眼睛造成伤害 就以儿童来说 我们并不建议用非常组合力的蓝光 自然光对于正常成长的眼睛细胞 其实有补助的工作 那过于使用防蓝光的镜片 儿童反而会造成眼睛发育不良的情况 那除了蓝光组合力之外 其实防蓝光眼睛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特点 有 那透光率和色差是需要另外注意的 因为透光率就是说 那个镜片可以让多少的光线透过那个镜片本身 然后如果透光率越强 看到的景物就会越清晰 戴着的人会比较舒服感受到 镜片的景物会比较实在一点 会不会戴久了 会不会有这样头晕啊晕眩这样介绍你 在这里我要打课 我要建议大家 如果大家要挑选防蓝光眼镜的话 一定要认清商标 因为你要找符合规格的一些眼镜片进行查询 就像我之前在MWGiY配这个蓝光眼镜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非常的专业 然后售后服务专业度完全是一流 所以这一大如果想要配的话 其实也可以去找他们 然后再来有妆业符合规格的眼镜片的话 你就不用当年慢慢讲话 然后你也不用怕被骗 而且蓝光眼镜喔 其实你用肉眼是很难分辨的 对说的都没错 而且也非常感谢谢谢你 刚才说对我们的现身说法 对我们MWG的心心 谢谢 而且我们在LIFE开始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蓝光可能导致 就是睡眠品质变差 这样对于睡眠品质变差这个 我们有什么办法去可以提升这方面 就是让我睡得更好一点 当然就是我们 对我们会建议观众们呢 在领睡前30分钟 尽量不要用3系产品 因为蓝光刚刚提到 会让我们的睡眠影响 大家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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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会努力的 其实我们说了那么多 那我想要再次提醒各位 不要听新外面的广告 而无良上这样的说法 那么也不可能把蓝光当做挡箭牌的时间 长期的看手机哦 那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 那我们要成为一个精明的使用 3系产品的使用户咯 看到我已经跟MUSIN 那么苦口婆心的劝大家 大家一定要好好记在心里面 而且期望我们今天整个Live的分享 之后我相信大家 都成为了一个蓝光达人 所以如果要大家回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的话 其实也不是很过分吧 还要问问题啊 我觉得应该直接把奖品收出去了吧 就是收奖品啊 对那么大家就在我们下面的comment 有没有发现我们已经不需要大家回答问题了 我们直接把答案写下去 就是你们只需要写这句话下去 我们就会从留言的那边抽出来 那我们的小编呢 将会在幸运人里面抽出五位幸运人哦 那我们将会送出五对Acylone BCD超薄镜片 一对的话价值665块钱 总共只有五对哦 所以现在会打MUSIN XXX 打下去打下去 对 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赢取这五对的超薄镜片 有没有发现过我们上一轮的礼物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次是更好的礼物 所想要领取的朋友哦 那么别紧张 马上在下面的留言打上 MUSIN XX 那排名分线后哦 那由我们的小编将会幸运的抽出五位 五位幸运人呢 那抽出了幸运人过后呢 我们的小编就会马上在这里公布的奖名单 他们会主动联系你们 没有收到小编的信息过后呢 你们也不要紧张哦 马上来我们的MOG爱卫 马上PM我们吧 对 如果你不懂MOGXXX是怎样写的话 不用准我们小编会在留言那边写一遍遍给你们 你们就负责写下去而已 Copy&Pay 修身了 不能准备Copy&Pay 那么简单你们还不要赢吗 对 幸运呢直接可以到我们MOG的店里 直接去选择喜欢的镜框 然后去配戴这个 这个好 XXXOBCD超薄蓝光镜片 这个超好的 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直接去到店里面就好了 对 我们会有专业的人 专业的燕光师 就是配镜师帮你介绍一下你适合怎样的镜片 可能都是帅的 都是帅的 像个别这样子最大 快点参加 然后快点赢了 你们就可以去到店里面 然后就见到很帅的燕光师跟配镜师 那么我们希望下一位的路就是你啦 快点参加快点参加 然后分享分享参加参加留言留言 对啊 我们最后一次再呼吁一下那个留言好吗 MOGXXX 就这么简单 好 였습니다 我只是想看 你小 contam 是的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ight is crucial in our everyday life. It helps us see the world, and it's essential for our well-being. Blue light is part of natural visible light, and it's everywhere. The sun is by far the largest source, but blue light is also emitted by artificial light sources and digital devices. Day after day, year after year, our exposure to blue light continues to grow a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artificial lights and digital screens. This overexposure may have an impact on visual fatigue and eye strain. We need to protect our eyes from the harmful part of blue light, while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beneficial part. Blue turquoise light is beneficial for our mood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and it's also responsible for regulating our sleep-wake cycles. Blue violet light has been identified as the most harmful light to the outer retina. It activates lipofuss and phototoxic components and may cause retinal cell death. Today, Essler proposes Blue Capture Lens, a new in-mass solution conceived to protect your eyes from harmful blue-violet light every day. Thanks to carefully selected molecules at the very heart of the lens, Blue Capture efficiently filters out harmful blue-violet light, and lets beneficial blue-violet light pass through, offering up to three times more protection than regular prescription lenses. A coloring agent is added to neutralize the yellow residual tint, allowing for optimal clear lenses. Blue Capture Lens Innovation helps to protect your eyes and to preserve your everyday well-being. Colors are preserved, so you can enjoy the natural look of your surroundings. Blue Capture Lens is the perfect solution for the whole family. Good luck, everyone. Have a great point. Well, we've digested the orange from this Thank you. We've alreadyえて- party wins Remember who you have participated in but you can also get to be yourself in their padre history. Please invite you to call your predictions for both your eyes, and use your keywords as well as to help the endless things. Please respond, please do not waste your time because it ends up keeping dry his+, Come do not waste your time. And we're here and lit up, just send the search and chat. 留生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讲 因为快到尾声了 不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因为可恩在我们节目里 学到了很多副眼的知识 所以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还没有做眼镜 或者是想要做蓝光眼镜的话 可以直接到我们MOG店里 群球帮忙 或者是 站到我们MOG网站 是电浴烟也是可以的 相信今天这个课题过后 节目前面的你们 更加了解蓝光的伤害 那像很多人像可恩一样 然后面对那些数码产品来讲的话 会意识到蓝光的可怕性 其实不只是我 我觉得现代人 大家都是跟我们一样 从早上睡醒那一刻到晚上睡觉 都是拿着电子产品 都是机不离手的 无论是手机平板电脑 连手表耳机都是电子产品 所以其实都是 大家真的要有这方面的知识 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 真的很谢谢今天 就是MOG Eyewear跟Excelone 给我一个那么好的机会 跟两位专业人士一起聊天 还有跟大家见面 谢谢 那么MOG Eyewear也会 时不时主办一些Live Talk 也会把这些产品送出去 给大家 千万不要错过 那这里我们就向大家告别吧 还有最重要一点 就是大家记得 去MOG Eyewear的Facebook page 点赞 然后你们日后就可以看到 更多光明眼睛的知识 因为我们都是现代人 然后也记得 有什么想要找到这方面 直接也可以去预约 然后直接walk in 他们MOG Eyewear的GES 记得找我们哦 有帅哥 好 我们在这里 向大家道别吧 拜拜 下次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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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下标志愿勿 Race cut and up to three times mor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blue violet light Blue UV Capture Lenses help to protect your eyes and to preserve your everyday wellbeing Ce-more, do more, est-il-o 感谢观看